双面贴 首先我们穿标签 第一步就是第一步穿标签之前 先检查这些滚筒 像这些地方高高低低的 要把它调平 底边平 嗯 每根都要检查一下 全部把它调平 特别注意这个两个开口这个位置 一定要平不平要刮标签 它不懂中文 全部调平 全部调平 调平以后把标签往上面放 标签是要有方向的 然后开始串标签 撕掉一点嘛 撕掉 撕掉 直接撕掉 不要时间太长 标签穿好以后要留意一下这个 这个塑料片 适当的把它压到有稍微有一点点压力 稍微有一点点压力把它压到一点点啊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 这个圈每一个圈把它压上去 大概留个一毫米左右就可以了 上面全部给它压上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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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先把这个调乱掉 然后 屏幕上 出标测试 屏幕上 出标测试 就长了 继续退 大概这么长可以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一个产品到出标口那个位置 就 拿个方筒也可以 拿圆的吧 它那个是圆的 拿个圆的吧 我们 然后 第一步 首先它高了 我们把它降下去 降下去就是调这个 像手轮 嗯 然后先降一点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鸡头现在 是翘起来的 翘起来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底底下 等一下啊 底部这个位置 首先第一步 这个地方 和这个地方的高度不一样 我们把它调平 调平 把这个把手松掉 把它调平 先目测调到基本一样 如果上面有有碰到的地方 一定要把它留意一下 打开看一下 好 调到基本差不多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是不是平整的 就是包口均的平整 对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 把它调下来以后 可以继续往下再降一些 降动了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上下这个缝隙 要不我先把它翻开 翻开 翻开 哎呀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缝隙 这个缝隙的话上下现在是不一样的 首先是我们先把它先把它标签降下去 就降到这吧 然后缝隙不一样怎么办 这边缝隙大 下面缝隙小怎么办 我们 调底下这个位置 对 调这个位置把它抬高 然后调完以后你就会看得到 这边是有变化的 对 这样基本就差不多 这个就是 刚刚就是调的这个 调的这个 这个就是控制这个之间的缝隙 上下两个缝隙 然后这个呢 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呢 这个是控制这个 这个标板这个角度 就是这个角度 是这个 然后这边这个 就我们刚刚调的这个 是控制这个平面 控制这个平面 这样 这样这个角度 然后这个光电就是控制标签前后 光电 控制这个标签露出来的长短 调好以后 就可以 出标签试了 就可以走一个标签试一下 还有一点就是 贴圆平两面的时候 我们正常贴标签的时候 这个面 我出两张标签 人站的这个面 这个标签是捏到这个位置 就是头跟它粘住 头给它粘住 这个标签有点长啊 头粘住它 把它折过来 人站的位置是头粘住它 然后呢 然后呢 人的对面呢 要让标签的尾部粘住它 就给我拿个标签 对面呢要贴出来是这个样子 就在这个上面贴这个瓶子走完走完以后是这个状态 标签贴出来是这个状态 贴出来这个状态 贴出来这个状态以后 到出口 到出口这边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卷标 到出口这里有个卷标 它开始转的时候 它开始转的时候 就会这样 就会这样把标签卷起来 就会这样的一个人 才能够的 第二个人 好 好 好